如果觉得不好吃 你就来喷我 别喷人家这小店 预料就说了 今儿我们来到了西边 这边有一家特别好吃的臭豆腐 是不是天花板 你们看完就知道了 Let's go 特别小的一门凉 这家店早就想来了 要一份 黑的 混合 混合 点东西的时候需要把口罩摘下来 就起码让大哥看到你的嘴巴在动 要什么的话在这上面知道 黑的白的混合的 好 加不加辣椒大哥会问你 你只需要点头或者摇头就行了 谢谢 谢谢 特别的饱 然后也没点吃 都要吃一点 我要的是一个黑白豆腐混合的 这个一份也是13块钱 我们来尝一下 黑豆腐比白的味重 切更加焦 辣椒还挺辣的 主要是大哥调这酱好 好吃 这些酱里面还放了好多酸豆角 特别提味儿 其实帝家店早就想来了 这不是一直出差吗 吃下了 多便宜了 不快加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触过这样的 就我来这儿 就我来这儿之前想象了很多跟大哥大姐 互动的方式 但是真正来到这儿之后 那种无声的压迫感真的特别强 你会发现我们平时最基础最简单的交流 在这一刻都变得特别的渺小 我觉得人家两个口味状态挺好 就这种两个人互相扶持 在这样一个大城市里 撑起一个这样的小铺子 每天这样一碗一碗的丑豆腐 是他们的工作 也是他们的生活 是辛苦 也是幸福 他们之间更多的是大哥大姐之间的那种眼神 大哥一个眼神就仿佛跟大姐说 你歇会吧 大姐可能一个眼神就说 没事没事我不累 你先吃口饭 最后要跟来日焦点的朋友说 如果觉得不好吃你就来喷我 别碰人家的小店好吗 好的我们进入消费 13日 好的我们下期谢 拜拜 谢谢谢谢 我走了我吃完了 我要走了 谢谢谢谢